台湾男子拔河队三月在世界杯男子560公斤决赛因误判痛失金牌 经过申诉之后国际拔总确认是误判决定让台湾队爱尔兰并列第一 图鞋自大奔牛拔河队脸书专业中央社 台湾男子拔河队三月在世界杯男子560公斤决赛因误判痛失金牌 经过向国际总会申诉拔鞋7日晚间收到总会来函表示 在审视市政后确认因人为错误造成误判决定让台湾队爱尔兰并列第一 根据国际拔河总会来函这次的风波式单一事件总会未确保判决确实依照规则处理 因此审慎考量包括比赛主裁判官员提供的市政和报告后 决定厘清赛事结果 国际拔河总会的来函表示 由于中华队和爱尔兰之战的结果应该是平手的 因此决定让两队并列第一 这样的结果除会登陆为正式记录 也已通知了爱尔兰拔河协会 对此中华民国拔河运动协会秘书长卓耀鹏表示 协会前后任理事长吴玉生 陈建平持续关心此事协会也不断行文 向总会洽询 终于帮选手要回属于他们的荣耀 卓耀鹏提到 选手们花了大半年时间训练 并历经艰难的体重控制 整个训练过程十分辛苦 误判发生后至今选手们的心情仍很低落 所幸冤屈如今终于能获平反 至于国际拔河总会的来含另外提到 虽然台湾对的成员或支持者的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包括在颁奖典礼上拒绝受奖等行为并不被接受 后续的处置将暂以正式信函告知 针对此事卓耀鹏说 让选手找回该有的荣耀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之于总会后续的作为 协会将持续设法解决 3月10日在中国徐州举办的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 台湾队共拿下二金二赢一同 不包括公开组 其中男子560公斤决赛 台湾队与爱尔兰之战的第二局 爱尔兰因犯规领到两次警告 台湾队则有一次警告 比赛中双方选手同时做的犯规后 依照规则各领一次警告 爱尔兰因警告达三次 理应由台湾队拿下第二局 没想到主省进直接宣判先拿首局的爱尔兰获胜夺金 事发后台湾男子巴河队总教练陈建文立刻提出申诉 巴河协会也发函向国际巴河总会表达抗议 巴协在3月11日发文通知国际总会 在总会3月16日来含要求提供比赛影片后 巴协当天及成交影片 申诉过程中消息曝光 全台愤怒民众因此灌报国际巴河总会官方粉丝专页